紅森博士醫療擴展基金會 2013醫學研討會第四部份現在開始 請各位用掌聲鼓勵我們第四部份的主持人 他們就是鄭胡錠學院副教授曾文先生 有請 以及是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黑座教授胡錦生先生 有請 歡迎回到 好感動 今天在座各位教授、主港嘉賓 醫生、護士都堅持到研討的最後一刻 日本是今天星期日家庭日 我們有請到澳門的一些常見的問題和健康講座 大家一起去探討 所以都非常感謝各位 我們下面要介紹的題目是 assignment disease的治療和展望 因為這個問題在澳門也是很流行的議題 因為澳門都拿來霸佔了 我們在以圈會長為領導的澳門執子政業會 都聯合的胡錠學院、街總、高聯和我們澳門的一系列的專業人士 都開展了一系列的廣座和一系列的研究 很成功地引起大家的好事 而且都連續三年 作為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部份的重點之一 而且我們在今年的四月份 澳門執子政業會都會被assignment disease international 邀請成為一個會員 即是一個成員的 這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 所以是非常大的榮耀 所以我們很感謝阿謙議長的大力支持 同時我們在今年的十二月十四日都會聯合ADI 在澳門會開一個 A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的AC Pacific Conference 也在香港和澳門一起去行 我們今天都很榮幸請到我們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 Timmers郭教授的一個講座 邀請我介紹一下郭教授的情況 郭教授在英國接受一系列的專業培訓 University of Leicester的學校 拿到我們的學位 和拿到The Doctor of Medicine的一個博士學位 在一系列的工作之中 他都圍繞著失智症的一個研究 曾經擔任過蔡瑪會二次元藝的一個總監 現在是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的一個教授 在這麼多年的經驗內 有整個百篇的研究論文有關失智症的防治 以及研究機制的一些探索 非常有經驗 所以我們用熱烈的掌聲請我們的Timmers郭教授 謝謝 多謝大會和失智症會邀請我來和大家講述 失智症的情況和治療的情況 我會講多一些醫學治療方面的情況 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講 失智症這個明清其實是幾籠統的明清 總之任何人失了事就是失智症的了 我不知道你有否看過Peter Pan的故事 如果你有看過他其中有一個老人家 他自己是一個老頑童的 經常在笑 那個人就是Losses Marbles 英文就是Losses Marbles 任何人Losses Marbles 就是腦裏最珍貴的就是智慧的那些 就是失智症 其實失智症裡面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腦退化的病 就是不同的病 導致他看起來好像退化了一樣 失智症的認知和說話出了問題 其實裡面可能夾著了 我們就知道比較重要一點的就是 在老人家來說 這個Alzheimer's disease 至少是六成 就是因為Alzheimer's disease 的 就是最多 另外一兩三成就跟腦血管那裡有關係的 Fast 的 另外有些少有些腦退化的病 另外我們也知道你不會突然間失智的 就是不會說今天很好很開心在這裡聽 第二天就說失了一次 又不會這樣附事發生的 除非是中風 多數都是未失智之前 有好幾年是慢慢慢慢的差了 我們也算是中年了 雖然我的樣子不像 但是感覺上有些是差了一點的 反應就慢了一點 其實這個退化不是一朝一夕 是很久很久的 所謂保老、護老 應該是中年 尤其是退休之後 會很積極去做的 不是等到老了失了一次 突然間說醫生給點藥果 其實應該都是下次的 有多少人有失智症呢 這個我們就是 2005年我們精神科、林崔華教授 和我們香港的衛生署做了一個調查 就找了五千個 隨機找了五千個老人家 其實這個研究現在已經不可以做了 因為那個私隱條例 但是那個時候都可以 不是說沒有私隱 那時候是可以的 那就是做Census那時候 就是傳聞 做Census那時候 就順便加據 問一下他的 即記性那些問題 那如果有些問題的 那些就會 我們精神科醫生去做一個評估 看看他有沒有問題 那這一班是 比較正常一些的老人家 在家裡住的 不是在老人院的 如果你在老人院大庫也是的 但是現在社區住的 有多少人呢 那我發覺呢 其實如果你七十歲以下 那些很少有的 是很少有的 如果你有呢 就是先天有些問題 那就是比較少的 那其實多數呢 都是七十五歲 或者八十之後的 八十後 八十後 我們香港八十後年輕 現在說八十後 就是真的八十後 那你看看呢 那有多少人呢 不如八十五歲呢 三個就有一個 三個有一個 那這個是不是高呢 都是高的 但是 就是表示其實 大部分的八十五歲 都不是失子的 就是不要有個錯覺 就是很老的人 一百歲當然是失子 不是的 就是其實 其實很多大部分都不是的 不過呢 就是太多了 那另外有一個想看的 就是說 男女有別的 男人 就是男人 紅色就是女人 來的 那你看到呢 就是 由八十至八十四歲 就 女人是男人的兩倍的 就是 女性的法定率是高一些的 那就是 女士們不用那麼擔心 其實呢 就不是 就是 女士的那個法定率是高一些 但是不是高那麼多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 讀書的那個情況 就是 間時我們上一代的女人 就很少有機會讀書的 在香港也是 那 那 如果你沒有讀書 不識字的人呢 他發病量是三四條那麼高的 所以呢 就 如果你 就是放這個下去 其實 就不是很大分別的 不過就 所以 就是繼續學習 聽書 那你就 就 就不會 那麼容易失智症 好了 剛剛說了 失智症很籠統 但是 這個就比較沒有那麼籠統 就是 就是真的有些東西看的 就是不只是 跟你說幾句話 你失去治療 而是真的有些東西看的 就是 這個叫阿士凱密症 那為什麼你會問 為什麼叫阿士凱密症那麼怪呢 阿士凱密症 就算英文都很怪的 那其實 因為這個是一個人名來的 是一個 德國阿士凱密症的人 是一個猶太人來的 在德國 那百多年前的時候 他就有個病人 四十幾歲 女人呢 就失智都很重要 然後隔了幾年就死了 那他死了之後呢 他做解剖 開了個腦體 然後他 可以看到呢 他腦裏面有這些東西 整個腦都是這些東西 不正常的 那這個就叫做 ameloid plaque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頭這樣 然後這些叫做tangles 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 就是現代 就是做些化驗 我們發現到這裡 就是那些 腦細胞之外的東西 分泌出來的東西 它的名字 叫做ameloid protein 就是一個不正常的蛋白 就是在這裡積聚了 然後另外這些tangles 就是那個 腦細胞那個 腦細胞呢 其實它有主要兩部分 要來接收資訊的 另外一部分 很長很長的 是要來將那些資訊傳遞的 就是其實 A細胞和B細胞的傳遞 是靠一條很長的 就是好像電線那樣的東西 來傳遞一些訊息的 那裡面就出了問題 就有些叫做tang protein的東西 形結了 塞了 就是根本電線塞了 這樣 那等一下你記住這兩個字 Amyloid和Tal 因為在講藥的時候 我們是很專注於這兩個 不同的 protein 那你記住是Amyloid plaque 和這些tangles 然後另外呢 就是腦就萎縮了 就是本來腦這麼大的 你一直這樣 所以這個就看到 是這樣縮的情況 我剛才講過 Amyloid是一個主因 在老人來說 老人來說 如果他失智 大部分都有Amyloid 但是 其實就不僅是Amyloid 那麼簡單 其實如果一個人 年紀大了 失了肢 他很可能有很多問題 就是同時間發生 就是老人家 我們做老人科 就很明白了 就是老人來看我們病 通常會有一個病 多數是很多不同的病 混在一起 其實腦 跟身體的狀況 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的腦 是主宰了我們身體所有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身體狀況不好 也會使到你的腦 差的 所以剛才醫師說 你睡得不好 你的腦都會更順 兩個都是有關 那這個就是一個病人 一個病人 但是他有幾種問題 寫到他失智的 第一就是他這裏 這個就是腦環切面 你看到腦這裏 你看到黑色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中風 他曾經試過在那裏中風 這個位置 腦的中間 是一個中樞的地帶來的 就是把一些資訊傳遞的 那你在這裏中了風 那當然是有問題的 你的思想 那另外呢 就是他 就是那個腦裏面 這裏有些水分 那這裏就 看得不太清楚 就是有些血氧的情況 就是 那些血不太到的路 那這裏就有些 就是黑黑的地方 就是那個 腦血管 又是毀失的情況 就不是去到中風 這個就真是中風 這個就是長期缺氧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呢 就是那個海馬體 我曾經說 失智通常是記性差 記性最主要的 其實很多老很多地方 都跟記性一班的 不過最主要就是這個 海馬體 這個海馬體 看到兩塊東西 就是小小小的 這樣 其實就不正常的 正常來說 應該這個 就是fuel了整個gap 但是這個因為衰退了 就縮了下來 這樣 那就是他有阿氏症 就是阿氏開密症 最重要就是 第一就是 可以看到這個海馬體 就是他不知為何 就第一個地方去收縮 就是窮那裏 所以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是中過風 還有阿氏症 我不說阿氏開密症 也太長了 然後呢 還有他的腦血管 是有閉塞的情況 那三個問題 使他看上來是失智的 好了 講一下 其實我們醫生斷症 就是你懷疑家人有失智 就說去看醫生 那醫生他怎樣界定 你是正常 還是不正常 這個人是很大的決定 那些老人家來到我們看醫生 通常很害怕的 就是那些家人 就是清醒了 就是根本不想來的 就是我不是失智的 不要搞我 近時千萬更壞 就是你說千萬更加 就是你打一個 那他就扯他來 然後來到就是 醫生我是不是的 我是不是的 就是經常都是這樣問的 但是其實我們怎樣去界定呢 其實就是 其實就在這裏講 其實都不是說很清晰的 就是說有些認知障礙 智力差些 不過是差到怎樣呢 其實我剛才說過 我們中年以後都開始差些了 什麼叫差呢 是差到影響到生活的 影響到生活 就是你本來是上班的 因為這些事情就上班了 你本來是做開家務的 現在做不到 但如果你平時什麼都不做 就難些了 但是有些起碼 譬如說老人家 不是說吃藥 可以堅持 定時吃藥 另外就是錢銀 人都要處理錢銀的 如果你錢銀 就亂了 出去買些東西都搞不定的 有些老人家 就是一美拿著一百元一百元 不然如果你多些錢 可能只一百元 總之你買東西就給一百元 那他就給錢 一百元 就是買一條菜 一百元 因為他不懂數那些錢 然後出街 就買菜 平時一個鐘頭回來 他現在兩三個鐘頭回來 因為他找不到老 那這些就影響到生活 那其實他主要的就是 他短期記性差 即是說長期記性他就OK的 即是你太太姓什麼 或者你姓什麼 這些記得 你什麼時候結婚 但是你說我姓什麼 你未必記得 因為剛剛講過 如果你記得就多謝大家 不過明天你就不記得了 因為如果你覺得重要的東西 就記得 不覺得重要的東西 你就不記得了 希望你明天會記得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短期記性差 是沒有影響生活的 你現在 你都不記得了自己 是吃了下午 現在你應該是坐下聽書 你就覺得 突然間你覺得 現在應該是吃飯的 就走了去了 出去吃東西了 你就搞到很亂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不僅是老人家說的 而是家人 熟悉的家人 都覺得 是的 不是說 我跟醫生說 哎呀很差很差 然後問他太太 不是 那這樣 那就不算 如果兩個都是這樣的 另外你做些測試 那些症狀呢 就是 那些症狀呢 就是 例如我突然間來了澳門 那樣 那樣 就是要 會不會是很定地去找些地方 還是好像很騰雞 那樣 其實如果你來到好自由 就經常問人問去 這些都是早期的 是我們威爾斯醫院來覆診 那樣 有些老婆婆走過來 哎呀 這裏覆診哪裏啊 哪裏啊 這些 這些都是 就是 小小的指示 但是精神人 都可以這樣 看看是否長期都是這樣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 沒有了興趣 就是生活很多趣味 就是他平時喜歡做的事情 他會覺得是沒有趣味做的 我不可以詳細講 因為用時間行正 不過呢 就 看回呢 其實這個病呢 就不是說 啊 失線症就是一類的人 其實是 很多不同 就是那個情況 不斷在轉變著的 初期 中期和後期的問題 是非常不同的 樣樣都不同的 那等一下會給你看些的 那 例如他這個就是 那些 那些子力的親數 他這個病一路一路跌了 那 這個 那個時間呢 就是由斷症去到死亡呢 就 在香港來講 都十幾年的 平均來說 所以 就不是一個 就是 很短期的病 是一個慢性病來的 是一個短期 是一個長期的病來的 而且 他之前呢 那十幾年呢 已經是有些跡象 不過沒有去到所謂 差的情況 這個其中一個病人呢 就是早期的了 你猜猜誰是呢 那女士呢 就舉手 女士呢 那些人很聰明 因為剛才有說過 女士的發明比較高 那些人很聰明 他很多事都照顧自己都可以的 不過呢 是比較難些的那些不行 就是譬如說 去澳門旅行找地方 這樣 籌備過旅行 又找酒店那些 他就做不到的了 這些 亂了 的了 如果是 所以去旅行可能會是 會很害怕 或者不開心的 還有錢銀那些很容易被人騙的 前市我們那些有雷曼債券那些 立刻就會去買的 好啊 就買 不過不是說那些是有失智症 如果你會有失智症 希望大家沒有買到那些 如果你失智症一定會買 如果你買不是一定有失智症 新加坡就說你70歲以上 就當你是可以回本的了 因為根本是很難去買的 但是呢 其實他知道的 他知道自己是在發生的 你問他 但是他不會主導告訴人 你問他 你問他 你是不是記性差一點 對呀 差了 他會知道的 不會是不知道的 還有 但是他會很緊張 又是有些不開心的 還有家庭和他的關係 可能有些問題 因為 他遇他是這樣的 正常運作的 你突然間這樣 沒有記性 經常都做不到事 他會覺得很煩 甚至他可能會怨大家 我已經差了 你還罵多幾句 還咬多幾句 那你就又罵回去 罵來罵去 那關係就差了 所以 所以 在這個情況 我想 大家要接受大家 如果知道有個病 都會有幫助 還有如果有錢的 就快點要想想 那些錢怎樣處理 因為 如果你再遲些的時候 你那張check 都沒有人對現的了 還有你那張check 可能有其他人幫你簽了 不過這個是很敏感的話題 因為 我已經接受 失智症已經很難了 你還要接受 把我的錢寫給其他人 就是 把那個權 要給其他人 是非常困難 試過有一次 跟老人家講 可能講得不好 他回去了之後 發了瘋 即是說 我的女人在搞我 就是和醫生來搞她的錢 那一邊罵那些女人 不停地罵 幾個禮拜 不停地罵 罵到那個女人 就煩了 要馬上說 醫生救命 帶你看回你 然後 我要給她一些藥 精神幫助她 所以 再停了這件事 即是 他重複重複地想 就像那些人洗手 但是重複地想這個熱念頭 但幸好他都肯欺負我 都不是怪我去謀她的錢 那些女兒賠她的錢 好了 去到中期那時候 你的樣子就是差了些 不是那麼正常 他自己去洗澡 去洗手間 都順盡 去完不去洗手間 可能走了 就算了 洗澡 進去洗澡 都不知道做甚麼 然後又打個圈 就走出來 沒有衝過 就開始有行為問題了 即是他很多焦慮 可能走來走去 或者晚上要走出街 他以為是早上 他要上班 那就製造很多麻煩 那這段時間 他開始不知道自己有問題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即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有問題 大家處理一些 大家配合 但他不知道自己有問題 那你問他 你記憲得不行了 那時候他說 沒有東西很好 那這個就是差了 即如果從老人家說 你記憲得很好 就多數都是有問題 沒有理由很好 好了 去到後期那時候 就連走路都不懂 吃東西 其他甚麼都不懂 即是要全而來 去到那時候 反而其實照顧方面 比較容易一些 因為他走不掉 坐在那裡 他最多不開心 他可以喊 你哄一下他其實都容易哄一些 就開始睡很多覺了 還有其實最最後那時候 為甚麼會女婿呢 就是吃東西吃得差 沒有胃口 因為他吃而無味 還有就算最差的時候 連吃東西都不知道是吃的 即是放了些東西 在口裡他都不能吃 因為他都不知道是食物來的 那這個是很嚴重的 他在那裡吃的 那最後就是因為 形容不良 還有肺炎不斷死的 那這些是 其實那些家人 有失事症 初期那時候其實不是很大問題 即是記性壓 如果配合都可以 不過最困擾家人 就是這些所謂 我們所說的 behavior problems 行為上的問題 譬如說發脾氣 經常說人偷東西 甚至最傷心的 就是說人不忠 即是先生照顧你 你還說他不忠 很傷心的 走來走去 就不肯洗澡 可以很普遍的 有一個婆婆她說 她老公不肯洗澡 她要跪她 即是跪拜她 求她才肯洗 即是一個禮拜 只可以洗到一次 我給了一些 一會兒說的那些 那時候要付錢的 她說撕一半 因為太貴 吃10元一粒 吃了半粒之後 她肯洗澡 她很開心 我說這麼好 不如吃一粒 她說不用了 半粒可以了 她肯洗澡就可以了 好了 就說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阿氏症那個斷症 剛才說過 其實通常病人說 有沒有一些血抽下 或者照X光 但其實間時是沒有的 只是說而已 只是剛才說過 老人家承認有問題 然後家人說是有問題 然後再做些測試 是有差點 應該是30分滿分 你只有20分 那就差點了 這樣就是了 其實就是很不準確的事情 很多變數的 你剛才這樣 可能表現差點 或者緊張差點 都不知道有人說 你自己又不抵賴的 可能被人說是有的 都不知道是否真的 最好有些客觀一點的事情去斷證 那現在呢 就在那個 即是那個 即是所謂的X光方面 是有很大的進步 那第一呢 就是 剛才說過了 記不記得 那些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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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就是那些頭跟那些 risks 現在我們已經是有一疾 就是這個 就可看到那些 即是你打一支針 那支針有些 chemical 會黏住那些 amyloid 會特別會黏住那些 amyloid 等一下會給你看看那些病毒 另外就是這個又是 PET scan 就是它就看一下那些血糖 糖分 因為如果腦子 我們的腦子是用糖的 就是那個 energy 動力就在糖那裏 如果你用的腦子 那個腦子應該會看到糖的 如果你的腦子是沒有用的那邊 就不會有糖的 另外就可以做MRI 它會看到你的腦子在哪裡萎縮了 這個就是幾年前 2004年 在美國他們就找到一個 isotope的 label 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正常人的腦 這個就是有亞視症的腦 你看到是不是見到有些黃色紅色這些 就是這些就是那個 chemical 你打了針之後它黏了上的 amyloid plaque那裏 那些一塊塊那裏 這些就是我們第一次是可以真的 那個人未去世之前已經看到那些 amyloid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來的 之前我們醫生通常說亞視症啊 等它先死了 死了我們做解剖的時候 就知道它有沒有亞視症了 但是現在呢 你未死之前呢 做亞視症就可以提高 但是可惜呢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呢 在香港呢 就只是在某間私家醫院可以做 就兩萬多元的 很貴的 那你做了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呢就是如果你是不是失智症 不過你是差了 即是記證很差的 但是未去做失智症的時候 如果你做了一個scan 是看到有這些東西呢 即是表示你有亞視症呢 即是表示你將來那兩三年呢 很可能是會一直推發的 即是你的風險會大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做了這個scan 是沒有這些呢 你的風險就很低的 即是你會穩定的 那這個呢是可以預測到 幫你預測到你的將來 就像是看照的 那樣的 但是另外一個好處呢 就是如果你真是有失智症 其實就沒有什麼需要做的 除非醫生覺得你不是亞視症的那類 即是你覺得可能是其他一些 少有的那些呢 你就做了呢 就要你排除有亞視症的可能 那就隨事之外也都沒有什麼用 不過這個scan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還有在香港為什麼只有一間醫院做呢 就是因為它這個nisotope 是非常之 unstable的 它做了之後呢 20分鐘之後就要用的了 即是好像煮東西一樣 即是在廚房煮完 立即就要吃的了 你放在那裡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已經沒有什麼都吃的了 那這個呢 就是表示 其實做這些nisotope 是要用一些很貴的機 很大的機 去做出來的 那它做完之後 要清洗又很麻煩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他們要用很多錢 來做這件事了 那也不是很可行的 但是現在呢 但是現在呢 最近剛剛呢 美國就 approve了另外一個chemical 就是這個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來的 就是因為它今次呢 它就 label 了florine florine 就比較 stable一些的 那這個呢 這個half life呢 是兩個小時的 那就是表示 你早上做了這些劑 你可以運到其他醫院 即是同一天運到其他醫院 即是譬如香港某間醫院去做這件事 他預了那天煮飯 他煮了一大堆 然後呢 就賣給其他醫院 即是大家合起來賣給其他醫院 一起去做 那這個成本便可以低很多 那甚至呢 即是可以說 譬如那些藥廠做好研究 是可以說 我在台灣做 台灣某些地方做 一做完之後呢 將它坐飛機 就運來不同地方去做都可以 那這個很大的幫助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正常的人 那這個就是那個 那些腦細胞的地方 那這個呢 就是正常來講 你看到呢 是沒有的 即是不會亮燈的 不會黑色的 即是黑色的 即是表示有那些東西 即是有那些 那這個病人 那這個病人呢 就是有那個阿視症的 那你看到他 即是同樣的地方 是充滿了那些黑色的那些 那這個呢 那這個就是 positive 那這些scan的 limitation 就是他不告訴你 你有多少 即是沒有個 number 他只告訴你 你有或者沒有 那另外呢 另外呢 就 剛才講過呢 除了這個 即是Amyloid scan之外 也有一個叫做 Glucose的Pet scan的 那這個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這個病人 這個是正常人 這個是阿視症的人 那這個就是Pip scan 就是Amyloid scan來的 那正常的人就沒有Amyloid 那這個人就有很多Amyloid 那你看到這裏呢 就是這個呢 他就 label了 不是 label 些Amyloid 而是 label 些Glucose的 那些糖分 那這個情況呢 如果正常的人呢 就應該是腦子很活躍的 那所以他就有很多糖分在這裏 你可以看到了 那但是這個有阿視症的人呢 你看到這裏這些位呢 是沒有什麼活動 即是沒有什麼糖的活動 即是活動 即是表示那個腦 即是這部分是退化了 即是不動著 沒有動著 那你看到呢 那這個病人呢 我想大家就是 這個人的Amyloid scan 在這裏是最多的 在前面那裏最多的 但是呢 其實呢 你看到那個腦的換藥情況呢 就是在後面這些位呢 就是最差的 即是告訴我們聽呢 你有Amyloid scan 不是表示你那個腦 即是有Plug的地方 是特別差的 只是告訴你聽有阿視症 而真的 就是腦那裏出了問題的 那些可能是其他地方 那這個就是 這個老的地方 就是TaproLope 就是阿視症影響得最嚴峻的地方 那另外呢 可以除了做JD scan 都應該比較貴 那就算你說 即是新的那些 可能都起碼都可能一萬幾千的了 那另外一種做法呢 那另外一種做法呢 就是可以呢 可以呢 用CSF就是那些 那些 背脊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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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病人都會 有些顧忌 辛苦一些 還有痛 那如果你 那你拿到那些水呢 那其實你是可以看到 那些 M-lod有多少 那有亞視症的人 M-lod它會少 然後Tao 那些Tangle 會升的 如果是可以肯抽背脊水的 其實都可以弱症一下事情 所以我不詳細講CSA話 我想你們都沒甚麼興趣 因為捉背脊都是不容易接受 不過做這些事情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反而如果你有失事症的老人家 你不是很肯定他有沒有亞視症 你做了這些事情 你就可以肯定他有還是沒有 而講藥物方面為甚麼要知道呢 因為藥物方面 我稍後講的藥物 全部都是針對亞視症的 如果你都沒有亞視症 你吃的亞視症藥 其實是沒用的 大家都知道亞視症藥都比較貴 因為失業 如果你都沒有病 你無謂浪費錢 而且藥物都可能會有付出力 另外有一個指示 如果你未去到失智症 不過你開始差了 如果你做了這個 你會知道自己 會不會是將來會越來越差 即風險有多少 這個可能對於你的財產處理 你那個事業的計劃 如果你都知道自己有亞視症 你就不要去做院長 或者其他事情 會誤了人的 最慘的是你又不走 又可以去做院長 另外就是 不過最大的用處 不過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 有了這些TES 我們可以真正做一些好的研究 去看看那些藥是否真的幫到這個病 因為其實一會說這十幾年 全世界用了很多錢去找這些亞視症的藥 一會最後的結論是暫時都找不到 為何會找不到呢 就是你參加研究的人未必有亞視症 你都不知道誰有亞視症 你找一些失智的人去做 你做不到有結果 可能那些人根本就沒有亞視症 你給了一些亞視藥 他怎會有效用呢 所以有了這些Market 其實是對那個研究是很大的幫助 你分得開那些人 失智是太過龍頭 根本裡面夾集了不同 像世界的人一樣 有些黑人有些白人有些紅人 那你怎做研究呢 你不會有什麼成果 好了 講藥 講回 講回 現在Approved的只是兩種藥 一種藥全部是指標的 即是補充回那些 即是你退化了 有些東西不夠 你補充回去 其中一個呢 就是有一個chemical叫做acetylcholin 其實我們腦細胞和腦細胞之間 是靠一些化學劑來大家聯絡的 即是大家密密針密密針這樣 就是靠一些化學劑 其中一個對記性特別重要的 叫做acetylcholin 這個在腦細胞的人會特別少 而你吃了這些藥 就這些acetylcholin的份量會增加了 這個就是早期的研究 這個就是Hot Baseline 如果你不吃藥 即是吃安慰劑不是吃藥 這些就是智能測試 分數在下跌的 但如果你吃了藥 它就會升了少少 然後隔了一年之後就開始跌了 即是一年之後呢 其實大家都跌 不過呢 如果吃藥 跟不吃藥都會有些分別的 這樣 所以就很多時候 就是有些人就問我 或者問醫生說 有沒有得醫的 這樣 我說當然有 不過呢 醫得很好 但是有得醫 我們其志願有個二線電話 任何人都打電話來求救 這樣打電話 我聽到我們聽電話的那個女士 她是接線生來的 不過她是負責答應的 我又問她 她說沒得醫的 我們很喜歡有點發火 怎麼沒得醫呢 一定有的 不過呢 醫得很好 還有呢 一定是有得做的 即是可以幫到一些人 可以幫到你的 還有若文是可以暫緩那個情況的 不是說沒得醫 但是她其實 她說的不是錯的 即是沒有得醫 即是不會有一個 你吃了藥你不會沒有的 即是不像感冒 感冒應該是沒得醫的 或者是黑陳教授那些 可能就有得醫 即是不是這樣也有得醫 其實 但是其實這些藥呢 不是說先丹來的 和你吃了一定是好的 它有副作用的 因為它會使到你有嗡吐 吃得不好 甚至可能有些anxiety 所以留意 現在其中有一個藥廠 就是這些藥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細Dose和高Dose都差得不好 而且只有兩款而已 那些病人來到 你給它好一點點 隔了一年之後 醫生差了 很焦慮 醫生的隔力很大 就是加啦加啦 加啦 5加到10 然後再過幾個星期回來 終於不行 終於很差 再加啦 所以藥廠就想到 不如將劑能再加啦 我說10而已 現在加到23 看到其實都會有少少分別的 這裡 但是其他就 就是在那個MMSC 就是智能那裏 就是有少少分別 但是在其他方面 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這個是自己照顧自己 各方面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和醫生的印象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就是有少少幫助 但是那些side effect 就多很多的 所以其實就不太值得 這樣加下去啦 那另外一類的藥 就叫做Mentine的 那這隻藥呢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副作用的 那但是它就通常就是 在中期的病人那裏給的 其實這個就比較難解釋些的 我都不是有看得很明白 但是總之呢 你看看這裏就比較容易些的 就是其實這個老細巴 和這個老細巴的聯絡呢 就靠這些這樣的chemical 就是做一個signal這樣的 那你看到呢 這個正常情況呢 那個signal就是這樣 就是好像近時我們電報那些 就是這樣 那正常來說是這樣的 很正常的 那你看到那些 就是路電波這樣的團體 但是如果你是有了這個亞視症呢 你就會 就是一見到這些 你就會很興奮的 這樣跳下跳下這樣 那個analogy就是 好像看電視 那麼多雪花 就是砍砍砍砍 雪花這樣 就看得不清楚的 不像現在那麼高清 看得很清楚 那然後你吃了這藥呢 就清楚一點 那就是沒有那麼亂 那就是整體來講呢 那就是整體來講呢 就是很多方面都有些進步的 不過就是 也提一提呢 就是它那個進步呢 就主要就不是在一個記性 就是剛才那隻藥呢 那隻藥呢 那隻藥呢 就在一個記性那裡會明顯些 就是那個人會精神些 就是所謂的醒目些的 那就是如果對於那些 就是沒有什麼興趣做事那些 就吃了這藥會有些幫助力的 但是這隻藥呢 就有些少少相反的 就是它就是會使到你 就是講話溝通會好些 就其實記性都不是很大的幫助 但是它那個 再好些呢 就是它人際關係會好些 就是大家溝通會容易些 講話會順些 不過最有用的呢 就是對家人最煩惱那些 就是那些發脾氣啊 就是很惡啊 很焦慮那些呢 就有些幫助 所以兩種藥是互補的 都有各有千秋的 那如果在私家那裡呢 就是我們就通常就 剛才講話 加加加加加到 都沒有加和和加 那自然呢就說 都還是很差啊 怎樣 其實你怎樣 它都是一路差的 那你的醫生就好了 就是壓力說不如兩隻都吃吧 就是最初你吃一隻的 但是一路你說加了藥 又說不行 那就要不如兩隻都吃吧 就是兩隻啦 那私家那個當然好 兩隻就收多些錢 但是家人當然不好 就給多些錢 那政府就是一定不好 那麽貴 那在外國就做一個study 就是究竟它吃開一隻呢 你加另外一隻有沒有幫助呢 那麽就發覺呢 其實就沒有幫助的 大家都差不多 那麽訊息就說兩隻是等於一隻 所以就節省一點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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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了很多錢 做了一些研究 去找阿氏症的藥 那麽其實它主要呢 就是針對於那個beta amyloid 那麽就是這十幾二十年 我們用那個hypothesis 就是امyloid 就是那些活動 就是初初應該有活動 而那些活動 就會導致傷腦 患了腦之後呢 就會有些端端出現了 而那端端出現了呢 就會使到那些 老細胞和那些 老細胞之間 就傳染了聯絡 最后细胞会死亡 所以这十几二十年 我们这些药床是针对Aβ这个酸素的 因为它想着这个问题是根本来的 就是根本那里做事 如果你可以将它减少Aβ的制造 或者将Aβ拿走 那病就可以有得医 Aβ是来自这个酸素的 然后就靠有些不同的酸素将它切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不喜欢的Btm拿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制造那么多 你就将这些酸素抑制住它 但是可惜它们一来很难制造这些抑制剂 是没有副作用的 因为这些抑制剂它不只是在脑内有作用 整身都有作用的 如果你给了这些药它有副作用 就承受不起 就算它真的可以做到直系的脑造 其实都是一两只 这一只是比较承受的 已经去到最后的phase 但是都是停了 因为似乎是有害的 不是有用的 是有害的 所以这个暂时来说好像又不是有work的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 就是用身体的抗体功能去应付这个问题 就是有两个想法 就是这个好像打防疫针的情况 你打一些东西是类似在一个来的 就是在人体上打针 打得下去之后 人体自然会制造很多抗体 对于AMLOID有抗体 它有抗体会在脑内 就黏住AMLOID把它清除 但是可惜这个vaccine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因为你打一只针 你以后就可以传逐了 因为你打了一只针 你对于AMLOID有抗体 永远都不会有AMLOID出现 那你就不会有这个病 一次过而已 不用长期吃药 但是可惜 它在脑内有某些人很大反应 导致整个脑发炎 导致有些人是伤残了 很少人可以有6% 但是你都不想打些针 就有6%有双残的机会 现在我看回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case 由这个就是开始有些 就是脑子开始发炎 越来越差 去到这样的地步 遲些就好一点 但是都不是正常 跟开始的时候都差很远 另外最近那些就是有一只 今次就不是防疫针了 我直接在外面打些抗体给你了 我自己在一个实验室製造些抗体 是专门针对AMLOID的 然后掉针 给你一两个月掉一次 有两只是出了来的 就初步都发现是有用的 做了这些抗体之后 是可以清除DAMLOID的 他们就 初初找了二三百人做的时候 都好像发觉有些帮助 这样公司再做大一点 就这样做 但是他也发觉有个问题 就是打了这些针之后 脑子会有些地方 会汲水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你因为清除了AMLOID之后 AMLOID都要走的 走到哪里 去到血管那里 那血管对于AMLOID都有反应 就使到血管流了点水 不過這不是很嚴重的問題 沒有上次的感染症 但可惜它最大的trial就停了 其實它都有邀請我去做這個研究 找中國人去做這個研究 可惜它們之前在歐洲做了幾百個個案 發覺是沒有用的 所以它們就停了 似乎是對於有了亞視症的人 你做這些事情是幫不了它們的 所以它們就開始不太著重這件事 就著重那些trial 這個trial是甚麼來的呢 這個可以說一下 這個就是剛才的腦細胞 你傳遞訊息是要靠 傳遞訊息就是很長的fiber 這些fiber是靠這些 好像電線的桶一樣 一條條條 這些電線是要靠 有些trial molecule去stabilize它 如果這些trial出了問題 就散了 還有這些trial會塞住這些管 所以現在的focus就是 怎樣可以防止這些trial變壞 好處就是其實有很多腦退化病 不僅是亞視症 最最後那個path就是使得你有貪 使得你這些東西不運作 所以如果你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僅是亞視症 有其他的腦退化症都可以幫到 最最後就提及這個 因為時間限制 這個其實是最promising的 最近奧巴馬幾個月前 批了幾十億的黨員做研究 他們批了兩隻的樣子 第一就是剛才說的antibody 這個b就是antibody 第二個就是natal insulin 不過你們說 為何它還要投注antibody 剛才那個ad的都fail了 它是說找一些未有退化的人 即是開始有少少問題 但未去到失智症的人 即是預防性這樣做 所以simal size很大 而且很貴 natal insulin就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因為腦是很需要 運作是要靠血糖的 但是如果你的血糖用得不好 你自然就用不到腦 而insulin是幫助腦 用血糖的 我們知道有亞視症的人 腦的insulin的level是低的 所以如果你補充insulin是很有效的 我們知道糖尿病人 有亞視症的風險是很高的 所以順理成章是應該給亞視症的人 給insulin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些是胰肚素 是胰肚素 胰肚素要做什麼 這是降血糖 如果你給正常的 你不是糖尿病 你血糖都不高 你給胰肚素 你血糖就會低 血糖低就會死 怎樣呢 所以我們一定不能打的 就一定要問 用鼻子來問 原來鼻子跟腦是息息相關的 你噴任何東西到鼻子裡 都有些會走到腦裡裡 中國人有個叫開咬 中藥、中醫師都有 開咬就滴一些東西到鼻子裡 即是你滴了insulin insulin會直接入鼻子 然後直接入腦裡 就影響不到身體的血糖 做了之後 其實這個中藥的發展 不是為了亞視症 是為了那些糖尿病人 因為糖尿病人不想打針 他們就想製造些紋的入血 那就不用打針 但是其實是失敗了 因為那個absorption不夠predictable 你不可以說我打10個unit 就10個unit 一天可能9個unit 一天可能8個unit 就亂了 所以不行 但是現在發現有個新訊息 就是你可以嗅一些insulin 一天嗅兩次 吃完之後 不是一次 其實是兩次 吃完東西之後就嗅一嗅 發覺有效 嗅了之後 智能是好好了 還有那些glucose uptake是好 所以美國政府對這件事都頗好 時間限制就不再講了 總結就是說 這十幾年最大的突破 就是現在我們可以用neural imaging 去斷證由亞視海蜜症這件事 而現在我們existing那兩種的阿視症的藥 就不需要一起吃 以及以往太過focus onbdm 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預防性可能有效 但是治療性可能不太好 但是我們要繼續去找 英文做研究叫做research research research是什麼 不斷地search search了通常都不行了 要再research 非常感謝郭教授 很風趣 用一把這麼沉重的話題 我輕聲帶出來 看得出郭教授在這個領域 在英國在其自然 在餐廳醫院的深厚的藥術基礎上 我帶出我們這個問題 那看看會長 多久 我想問一下 現在我這麼不記得 最關心的老人痴文 因為文說 我都擔心你 吃咖喱呢 就可以有老人痴文 那吃哪種咖喱呢 咖喱不好的 因為咖喱很肥 不過咖喱裏面有個chemical Curcumin Curcumin 真的對腦是有幫助的 在老鼠那裏證實了 不過人又未證實 可能要找一些印度人的證實 但是Curcumin的問題 就是它是一些粉狀的東西來的 你下水就不溶的 我們有個同事 他很有興趣做這個 做了很多年 他要做一些藥 即是有個膠囊 將它折進去 每日起碼都要吃兩三顆膠囊 這樣 那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現在是做研究當中的 Curcumin是有一個promise 不過你就不要吃咖喱 就是咖喱就不是那麼健康的 所以那些人做人那麼肥 但是Curcumin就是值得不吃 非常感謝何教授給我們講了一個很精彩的課 因為他講的問題是我們在座的所有人都很關心的問題 我們自己也會老 第二我們家裡也都有老人 所以我自己不是神經科醫生 我是廣東省人民醫院新研所的 但是這個問題講的課我們也很很願意聽 現在我提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AD病人他那種無理的要求 因為我們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對於AD病人就是你剛剛說的阿斯症的病人 他的無理要求 我們是順從他呢還是就是教育他 像對待孩子一樣 因為他的智力就會變成五歲六歲 這個時候因為我們作為一個醫生考慮 是順從他對他更好一些呢 還是說就是不要讓他幹 因為有一個糾纏不清的錢 他們說這個就是這個老人一得了這個病以後 他那個錢就搞不清楚了 糾纏不清一天到晚的不見 又一天到晚的說別偷 在這個時候我們是因為他沒有記憶了嘛 我們是把他的錢給拿走 讓他把錢從他腦子裡忘記掉了 這樣好呢還是每天發一點錢給他 讓他高興一下好 這是我這個提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思議 到那個行為異常 到生活失去治理 這個時間大概要多長時間 因為我們要知道一下這個就是一般的情況 因為他肯定是有長有短 因為你是做研究嘛 你就會知道這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呢就是說那個 我會記憶一點 好 那好 那就提兩個問題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像奧巴馬他都肯拿出幾十個億來研究這個問題 說明這是一個人類現在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謝謝 我嘗試用普通管當天 第一條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治的自主權 但是你有這個病 外面的人就覺得你沒有自治的自主權 這是一個衝突啊非常明顯的 最重要的是 第一個點是你不可以領域的 這個不可以教育他們的 不是孩子 孩子也不容易教育 但是有一些人也可能可以聽你 我的女兒也不聽了 但是有AD的人不聽的 你講一百次也不聽 所以呢 你應該用其他的方法 OK 來說道 OK 通常是用Distraction 就是講其他的東西 好 我可以 我可以去去 我可以去去 你可以講廣東話我聽得懂 你可以廣東話 我可以廣東話 就是這樣不可以教 以後呢 你是用其他東西去 去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譬如說 我要出街 是是出街 不過呢 不如先喝杯茶 有些東西弄好了 這樣 或者有些東西做 就是分散他的注意力 因為他忘記了 他注意了其他東西 他就忘記了那個人 但是你說管教要不要教呢 就是要管的 你不可以只是 什麼都給他 你不可能的 是有管 好像你說錢那些要管 因為你給了錢 他真的如終沒有了 所以你每一天給少少錢 讓他覺得OK 就是有人贏 但是這些巧妙的東西 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就 我們中文大學 和馬匯在香港 有個記者園 就是幫助那些家人 是給他意見 以及因為處理那些很多問題 我們有經驗那些可以給一些提示 還有他們可以進來我們日間中心 做一些活動 這些都是可以減慢的 退化的 第二條問題就是 所以說那個 由開始沒有記性去到最差那裡 是怎樣呢 其實沒有一個肯定的 各個人都不同的 通常來說老人會退化得慢些 例如80歲開始有 你會退化 其實保持得挺好的 如果你60歲開始有 你幾年之內會差得很快 但是老的那些 反而會保持得好些 尤其是你來我們中心 好 好 謝謝國教授 謝謝 謝謝 最後一條問題 時間的問題就好 好 非常多謝國教授 大家也要掌聲